新香会北约客店周年庆 新增菜色有香辣鸡碎骨 麻辣香水鱼 干烧小黄鱼 陕西凉皮 辣汁肉夹馍 特色菜更有 招含水煮鱼 霸王蹄花 王氏红烧肉 川鱼小肥羊 新派川菜 传途青菜 新点小炒 竟在新香会 施加宝宴 329017F Unit1 电话4167548810 北约客店3875-99 电话647288899 上午10时40分 温家宝在国务委员 兼国务院秘书长 马凯陪同下 来到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看望了住在重症病房 和普通病房的伤员 他详细询问了伤员伤情 以及治疗进展情况 他对伤员们说 这起事故给你们带来了不幸 全国人民非常关心 我们一定要对 每一位受伤人员的治疗 负责到底 希望你们安心养病 早日恢复健康 他还特别叮嘱医生 要精心治疗 让伤员早日康复 两岁零八个月的 小女孩向伟一是这起事故 最后一名获救者 温家宝特地来到温州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看望小姨姨 医护人员告诉总理 手术后孩子已经能吃西瓜和流食 生命体征平稳 温家宝听后说 要好好照顾孩子 政府会关心 人民会关心 大家一起来关心 随后温家宝到金球国豪酒店 看望了部分死伤人员家属 温家宝向他们深深鞠躬 表示深切慰问 温家宝认真听取了十多位遇难者家属的意见 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他说国务院已成立独立的调查组 调查事故原因 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交代 有关部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 包括各种质疑 妥善处理好群众关心的问题 让死者安息 给生者慰藉 十二时时分许 温家宝来到事故发生地 温州市陆城区黄龙街道 双澳村的铁路高架桥下 敬献鲜花并三鞠躬 表达对遇难者的哀悼 随后温家宝在事故现场 会见了中外记者 温家宝说 我们不要忘记 在这起事故中遇难的人 这起事故对我们是个警醒 发展和建设都是为了人民 让我们认识到 一个政府最大的责任 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温家宝说 事故发生以后 国务院立即成立了 独立的事故调查组 包括安监监察等部门 他们将通过现场勘测 技术取样 科学分析 专家论证 得出一个实事求是的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事故处理要依照 国家法律法规 严肃追究直接责任者 和领导责任 事故调查处理的全过程 要公开透明 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温家宝说 我们处置事故的第一原则 就是救人 事故发生后 胡锦涛主席当即指示 要把抢救人放在第一位 我得到消息后 也立即给铁道部负责人打电话 我只收了两个字 救人 处置的第二个原则 就是要检查安全情况 通过取证调查和分析 停开那些有问题的列车 对倒轨以及路基进行排查 事故善后处理 一定要人性化 处理的过程 应当及时准确 向群众发布信息 谈到中国高铁发展 温家宝说 高铁建设 应该从设计 设备 技术 建设和管理 综合考虑 其中安全最为重要 失掉了安全 就失掉了高铁的可信度 近年来 高铁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这起事故提醒我们 要更加重视 高铁建设中的安全度 实现速度 质量 效益和安全的统一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调查组成员分别由来自 国家安监总局 监察部 铁道部 全国总工会 浙江省政府 相关人员组成 并邀请最高检 铁路运输检查厅参加 其中专家组 由中国科学院 工程院院士等专家组成 国务院调查组组长 洛林 主持了今天上午的会议 他强调 调查组要本着 全面科学 公正严谨的原则 展开工作 对媒体及网友的疑问 要给予高度重视 各个事故调查组 已经前期都在展开了 现场勘查 资料的收集 和相关的一些方面 调查取证 和相关一些方面工作 国务院调查组表示 调查结果 力争9月中旬向社会公布 利比亚全国国度委员会主席 贾利勒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说 他一个月前 向联合国秘书长 利比亚问题特使哈提布 提出了一项提议 称如果卡扎菲 放弃军队的领导权 就允许卡扎菲下台后 继续留在利比亚 但如今期限已过 这个提议不再成立 对于英国当天宣布 正式承认全国国度委员会 为利比亚合法政府 贾利勒表示感谢 这意味着 大批利比亚资金将会解冻 利比亚政府27号 对英国的做法表示不满 利比亚副外长卡伊姆回应说 英国此举不合法不负责 并预计法国和卡塔尔 也会跟随英国的做法 试图在外交上进一步孤立利比亚 这将导致和平解决 利比亚危机的希望变得遥遥无期 卡伊姆表示 若反对派和北约无意停火 利比亚政府将与民众一起作战到底 早前美英法等国先后软化立场 表示卡扎菲下台可以留在国内 一度让外界认为和谈出现曙光 不过联合国特使哈提布 日前带着和谈方案 走访地利玻璃和班加西 最终却无功而返 随着摘月将至 战火却未见平息 加上英国这次的火上浇油 有分析认为 利比亚难以在短期内走向和平 甚至将走向东西分裂之路 博纳的方案需要获得 217名众议员的支持 才能获得通过 目前 由于共和党内部存在分歧 部分保守派议员抨击博纳方案 是对民主党的妥协 因此能否通过还是未知数 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 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 需要两院都通过 才能交由总统签署成法律 27号 超过半数的参议员 联名致信博纳 表示不会支持博纳的方案 这意味着 即使博纳的方案 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也会在参议院遭到否决 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明确表示 即使方案在参众两院都获得通过 他也将行使否决权 本月25号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拿出了 自己的提高债务上限方案 共和党的方案提出了 分两步走的策略 也就是先提高债务上限 1万亿美元 等到明年初 再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进行谈判 而民主党则建议 一次性把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 以保证奥巴马在明年11月连任竞选时 不会再因债务上限问题分神 两党的新方案虽然已经有所让步 但仍然没有弥合 方案是否覆盖大选年的这一重大分歧 因此陷入僵局 由于违约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无法承担这个责任 1995年共和党在预算问题上 对时任总统克林顿不依不饶 导致政府关门 这件事让民众对共和党印象大打折扣 反而帮助克林顿在1996年赢得连任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 两党都会尽力避免违约 因此最有可能的结果仍然是双方达成妥协 债务上限得到提高 市场反应上 国债收益率往往被视为 国债违约风险的风向标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27号报收2.96% 远低于十年来4%的均值水平 近期 美国财政部成功售出了 120亿短期国债和 350亿美元的五年期国债 不过随着最后期限逼近 市场的信心可能随时瓦解 27号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连续第三天下跌 其中道琼斯指数下跌将近200点 目前货币市场已经开始囤积现金 收紧流动性 调查之初 布雷维克曾告诉警方 他是单独作案 随后又向法官表示 他背后有一个庞大组织 针对的是伊斯兰教和多元文化融合 对此 挪威警方27号表示 到目前为止 警方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显示 布雷维克有同伙 布雷维克的说法 更像是在自我宣传 不过警方同时表示 不会放过任何线索 将对事件追查到底 嫌疑人布雷维克的辩护律师 此前曾表示 布雷维克的精神状况明显不正常 但眼下谈论 是否会以精神不正常为由 展开申辩还为时尚早 对此 挪威警方称 将安排他接受精神鉴定 但挪威情报部门的主管 克里斯蒂安森认为 布雷维克作案前准备充分 作案时精神专注 根本不像是患有精神病的人 而且他自视甚高 把自己自诩为救世主 因此他也不大可能接受 以精神不正常为由展开申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